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0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 講一講這個 是中國大陸的謊言 這個 中國大陸護照的謊言 曾經有一段時間 令到這個愛國的五毛 還有小粉紅 覺得自己做中國人 真的相當之厲害 他們覺得 受到 無比的關懷 覺得在這個世界上 做這個 叫做 是中國人 是無比幸福 無比崇高的一件事 稍為 老根清醒的人 都知道 中共 所說的話 是謊言 但是 最危險的這個在世界上 就是 你明知道一件事可能是謊言的時候 但是你身邊絕大多數的人 都跟你說 同一件事 你就開始慢慢接受 那件事 不是啊 可能是真的 所以為甚麼 叫做洗腦洗得多 大內宣 就會有用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最新要跟大家揭露的 是緬甸 是繼續 持續 爆發這個 暴力衝突 暴力的行為 主要 是繼續來自緬甸的軍方 緬甸的軍方 不單止殺人 更加是大事長 最近流傳著就是一條影片 就是在這個緬甸裏面 發生的這個 是策略 裏面的中國人 不單止 不會有戰狼 來救他 甚至乎 是想保護自己 也很困難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雜誌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模式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給大家支持 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幫忙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 幫忙 還有安裝了Pi Network的朋友 也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在緬甸爆發繼續暴力的 鎮壓事件 甚至乎是連東盟 東盟 也要在這件事上面發聲明 說對於 在緬甸的軍人 暴力事件 深表擔憂 包括印尼 還有東盟 十幾個成員國 說要繼續 團結一致 處理危機 東盟的領導人在星期三的峰會 發表了一份聲明 聲明裏面說到 對緬甸 持續發生的暴力事件 深表擔憂 敦促 緬甸停止所有的暴力 使用暴力 還有要對 當地 人民提供 人道主義的援助 在上個月 就是其中一個村莊 遭受軍隊 空軍 轟炸 造成幾十人死亡 然後到星期二 也有人權組織發現 緬甸的武裝部隊 向村莊投下真空炸彈 在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 人道主義救援車隊 經過禪邦東北的時候 也遭到 軍隊襲擊 有 軍隊 向車隊開火 我們這一節 暫時不深入研究緬甸的情況 我們想集中討論的是 網上流傳的影片 網上有一條影片流傳著 就是關於緬甸 爆發的衝突 影片 是由 中國人拍攝 裡面 裡面 是 一群中國人 大聲叫救命 他們應該 在一個店鋪裡面 外面 有大量的人好像在搶掠 以及逃亡 然後 店鋪裡面的中國人需要立即 把鐵閘關下來 然後擋住 不讓外面 的人衝進來 我們一次又一次 見證著 中國大陸 中國公民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很危險的地方 例如非洲 緬甸 早前的蘇丹 蘇丹的衝突還未結束 中國大陸 又跟你 大力宣傳 說要在蘇丹撤僑 實際上 蘇丹爆發 是重大衝突的地方 在這個叫做首都 中國大陸 跟你在800公里以外的地方 跟你 搞這個擺拍 在蘇丹港 還有一大群 演員 小粉紅 揮動著五星紅旗 跟你說 你看看韋國祖國多偉大 有船來接我們 800公里 我們跟大家揭露過了 800公里 在一個戰亂的地方 到底有沒有那麼容易呢 就算不戰亂 本身也軟得很緊要 倫敦 上去愛丁堡 即是蘇格蘭 你開車 都未夠800公里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假如倫敦爆發 內戰 然後你叫我撤退 你叫我去愛丁堡 阿巴丁 自己搭船 那裏就不知為何 有班人就說撤橋 揮動五星紅旗 你相信那個人 真的有問題 麻煩你驗一下腦 一次又一次 這次就是緬甸 雖然留在緬甸 爆發那麼嚴重的衝突 緬甸本身就是很危險的地方 我們大家還記得 緬甸 的街頭示威 緬甸的軍隊 是隨隨便便 隨意殺人 為甚麼這個世界上 那麼多那麼危險的地方 都有中國人存在呢 其實真的是不外乎幾個原因 因為要生存 要賺錢 所以中國人的足跡 是遍佈全世界 這個絕對 是跟中國大陸的問題有關 有很多人 根本就不願意 回到這個中國大陸 誰人都知道 中國大陸有大量的謊言 真的會相信 中國大陸會派這個戰狼 派這個吳京 來救你 因為你拿著中國護照 真的會相信的 其實只有 近年 近代在中國大陸出生 受盡洗腦教育 沒有經歷過 是這個 去年代 根本不知道中國共產黨 做了多少作惡 做了多少惡行 只有不知道 共產黨惡行的人 即是在中國大陸一班 所謂年青 的小粉紅 是他們 才會相信 在袋裏面 銀本中國護照出來 然後會有人害怕你 會相信這件事 真的是 吳京大佬 看看那些五毛頻道 就是有一個 拿出中國護照 把這個外國人 嚇到 退避三蛇 這些真的是 超級的大內宣 影片不是很久的 翻查 影片的內容 這個影片 很明顯是一個拍攝的片段 就是一個 中國人被包圍 然後 這個中國人 就好像被一班黑人打劫 這個時候 他在一個袋裏面 拿了這個中國護照出來 立即 身邊的黑人 好像僵屍 看到十字架一樣 立即散開 看到中國護照 中國護照原來好像十字架一樣 好像 法師手上的 靈符一樣 其他妖魔鬼怪立即要向後退避 居然 在中國大陸有這樣的影片出現 這個是在抖音的影片 這個抖音的影片 不用說了 當然是吸引了這個萬千 的這個小粉紅 還有外國的五毛 我們當然知道 中國大陸 每一樣東西 都是造假 這個叫做中國大陸的護照 能夠 在任何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都能夠送你回中國大陸 其實 這句說話是沒有錯的 沒有錯 這節不是要揭開一個謊言嗎 你拿著中國護照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都有機會 被海外公安 把你拘捕 把你綁架送回中國大陸 不是要救你回去 這個叫做你首先是中國人 你首先是中國人 在全世界 最文明的地方 都有中國 警察館 將你夾回大陸 夾你回大陸 不外乎 就是要向你勒索 那麼我不拿中國護照是不是沒事 是拿中國護照 才會被人夾回去 又或者你曾經拿過中國護照 像這個叫做桂敏海 銅鑼灣書店事件 你首先是中國人 隨著世界局勢 我相信這個謊言 共產黨也很難再拍片 去把謊言 蓋得住 只是看看烏克蘭也知道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會不會開始了 其實找到這裡 三